美軍太平洋司令召接 前司令哈里斯正式把重担 交給新任的印太司令戴維森 包括日本防衛大臣小野四五點 等亞太各國軍事代表都出席 鏡頭上还公開了这个画面 仔细一看坐在左侧区的这位 正是我国国防部副部长沈一鸣 其实镜头没拍到的第一排 还有海军出身的参谋总长李喜明 全都现身这场盛会 至此时特别点名台湾 就在几天之前海军司令黄树光 也出席了美军舰队司令的交接仪式 显见台美双边军事互动频繁 而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也即将在六月底登场 这个全世界最大的联合军演 今年总共有26国参加 前两届都有参与的解放军海军 今年却因为南海争议被踢出演习名单 对长期争取参演的台湾来说 可能是个利多 台美的这些军事交流 我们一直以来都有在争取 海上机遇操演 除此之外我个人并不认为 我们有任何能够参加 欢太平洋演习的机会 因为我们要了解到 就是说目前虽然今年大陆不去了 但是除了大陆之外 26个参演国 没有一个跟我们有外交关系 虽然参与高敏感度的联合演习 机会不高 但能否以观察员身份与会 或时局加强台美军事合作 都很重要 TVB的新闻 父亲全向周围 谈不得